评论我10个影片 今天我要评论我10个影片啦 因为啊 我做了10个影片我要评论一下 到底有什么错误 有什么漏洞 类似等等啦 我下一个影片如果假设做20我会做最新的 那之前我有讲过我是不可能再讲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啦 所以你们第一个影片是看我这个 这个自我介绍 那时候我第一次做啊 我就想到这个idea 就是很像slow mode啊 只是后面你发现到我录制真是不好 我以前那样子好像对 不过说了一点啦我最近 因为就是我楼下拍摄嘛 因为太暗了我就是 唉没有办法我跳的时候也是一样 next 挑战推车 那一天啊本来我是打算要 早上凌晨的四五点的 我睡过头我至少只有点 进行挑战没有办法 不过很多人一直跟我 有一个留言也是讲 因为动了办法又有爱 然后再来是 你是想架草这个相机啦 我给你们看我最后一朋友 对 我就是绑那个 坐到那个那边 拿一个绳子来绑过手 我在想到这个idea 这个contact 真的谢谢你啦 就是想到这个idea啦 下次我就挑战这个 我一定听不懂啦 我就是会没有话讲 哈哈哈哈 再一点点 很厉害 不过我感谢我妈妈 帮我摆那个stallings 就是不得要放香港啦 那谢谢我妈妈 不过很多人讲我 这个拍摄很好 真的谢谢你们 ok next 二整我朋友啦 那一次我真的是 很过分一下 真的你们不要去学 你们有发现我的影片啊 我忘记换华语字幕 因为那一天我去旅行 所以我赶不及 我迟一点也会放那个 华语字和英文字 因为我有个朋友是 看不懂华语字 就是本男啦 之后我做自我介绍 有放英文啦 看不懂的话 我会放那个stallings 英文 不过其他我还没有去弄 对不起啊各位 我尽量会去做啦 ok 接下来是我的daddyford 马上已经可以看一下了 因为这个daddyford 这是我生日啦 我怎么知道 忘记 focus好好来 要是你摩托力量 上去啊 你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啊 会忠告啊 叫你delete这个video 这样子 你们要注意咯 然后我开一张影片 忘记focus写了 我才想到 我这个 看一张影片呢 就随便 就随便解释 这样子啦 因为我是马来是为了 如果是在楼下拍摄 或者是去朋友家 室内拍摄 我就容易拍咯 ok next 大尾王比赛 就是我那个影片啊 要谢谢我这位朋友的朋友啦 帮我找到这位朋友 很会吃辣 等一下我再试试给他 都没有关系啦 真的很强的这个对手 只是名字我不能暴露 因为啊 我有尊敬别人啦 要不要放马赛克啊 或是暴露的名字啊 要问他 他讲没有关系 样子我就不敢让他暴露咯 ok next 第二集 找好人 那一天啊 我就看到好人 看到他那个影片啊 他想要去开他健康会啊 那时候是他 第二集的时候啊 我才看到 在The Show 那边 我就快点跑过去找他咯 跟他说 和招啊 今晚的话类似的样子咯 好像很幸运 我是看到Baddis 还有艾亚 我要跟你们的争计 我没有那个 艾亚DOMETO 还有好人那种 效果 他们平常放得 等等等等就是那个音乐啊 我找不到 真的对不起各位 我没有关系啦 我慢慢走啊 然后 有人想把你给我讲 是不是没有Auto Focus 还是DOMETO上我身啊 真的啊 我要残忍 我是被DOMETO上 我真的很怕 这是冒充人啊 OK Next DeddyFord第三集 华世纪楼篮球 我真的很久没有联球 真的啊 结果我被 被这一种 打败了 很容易看穿 真的很久没有后果啊 那本来像我这样拍摄 但是 刚好我家装修 我真的没有办法 真的很对不起啊 OK Next 现实生活 6种人 顾客叫饮料 也就是customer 叫水样子啊 你懂 我哪一个会有笑场 霸道的客人 差点要笑场啊 真的 没有办法啊 我太好人了 因为这个是店员的人来的 我跟他很friendly 我真是慢不错 新年版的 挑战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 他会什么 就自动关 可能是现实时间 因为我这个 memory是16GB嘛 所以会自动关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后面 可能是他那个 LAN啊 它有maximum 我给你们看啊 so 这是我的LAN 它是18-55的 so 各位 你们看一下 评论下 so 你们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是相机不了解的人啊 so 你们下方留言讲一下 这样子咯 我是欢迎的 就建议我买什么LAN 我就看一下大家 换零钱的挑战 OK 就是那一天啊 是初三啊 刚好我请假 就刚好 有些店没有开 我就比不得了 因为 我请了假 我要 休息一下 顺便我再拍摄 我会的空 会再来 拍摄 如果 这个影片如果有超过 10个view 5个line的话 我就拍摄 拍出来啊 好了 我的影片的结论是 其实不用讲了啦 不用讲 成功或失败 我一开始做就是youtuber youtube 是有时候会成功 有时候失败 有些人啊 一开始就是 因为我是偷学的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是偷学 慢慢剪辑会做的 不过我每位朋友讲 我剪辑是很好下 一开始 就是我剪好人啊 还有那个推测 剪辑很用心 有其他影片 我就是随便烂拍 就是这两个影片 我是很用心 过后我就慢慢下就OK了 就像我样子 就我一开始不懂怎样剪啊 就马上上我穴的样子咯 整次知道我剪辑 这个710 不过没关系啦 不一定 你要出完美啦 不当然是你可以拍到 很开心啊 这样子特别很费的样子咯 其实在我来讲咩 虽然是 我未必是可以讲成功的失败啦 但是还是我的作品 很像 KFC肯德基那个人 这样子啦 被拒绝了 1044 到最后咧 才成功 就像我们拍影片 把失败慢慢累积起来啊 有漏洞啊 还有错误行为 不改啊 慢慢累积起来 然后就拍得很好的影片 样子咯 未必我们一开始是成功啊 我们未必做YouTube 从底部变高不可能的 是我们慢慢起步学乞 样子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做YouTube啊 我们可以累积起来这个 经验样子咯 我就 好了 我的影片差不多到尾尾了 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吧 请记得按like shake给我看 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按下按下按钮 如果你是看到订阅也按下去 放心这四个按钮都不必了 如果他有来了你是 马上找我来解决 好了 没有他 我每次讲东西的话 哎呀 就是我的台词嘛 好了 等待我们新video吧 拜拜 Bye